这也太搞笑了 10月6日本来是大S的生日 没等来剧俊叶秀恩爱的照片或者博文 却等来了汪小飞的突然袭击 10月6日汪小飞带着父亲汪大爷现身台北机场 第二天她又晒出自己领着亲爸和前丈母娘一起现身街头的视频 看样子刚结束聚餐 而视频中汪大爷和S妈黄春梅站在一起互动相当自然 黄春梅首服在汪大爷肩膀上 一起对着镜头打招呼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两口子呢 对此网友们也是笑称只有张岚一个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此前张岚曾在直播间讲述自己和汪大爷的故事 还意外透露为了缓和汪小飞和大S的关系 曾派汪大爷和黄春梅和亲 虽然这些话不能全当真 但黄春梅自己也曾爆料 女儿撮合过她和汪大爷 更有知情人爆料 汪大爷曾带着黄春梅到北京定制旗袍 两个人关系可以说相当好 其实无论汪大爷和S妈有没有发展出过感情 如今两家人还能在一起聚餐说说笑笑 对他们的家庭来说都是正面的财富 只有团结和睦才能走得更远 对此大家又有何看法呢 对此大家有ỡ守旅行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合影能计划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